六州选举即将在下半年开打 有分析指出 安华在六个州属安排开斋节活动 表面上是亲民活动 实际上是为了选举拉票 从吉打手炮到雪州最后一场 可以看到民众在活动上相争跟安华合照 每场都有上万人出席 那么人潮要如何在州选化为选票 安华到六州举办开斋节活动的策略 又传递了什么讯息呢 政治分析员黄敬发向KinnyTV表示 安华最主要的目的是对国盟执政的 吉打吉兰丹和灯家楼展开柔情攻势 传达朝野共存的讯息 特别是在团结党领袖相继被控之后 为政治降温 当政治的温度降低 这其实有利于安华的联合政府 因为如果朝野继续攻霸奴障 国盟就更容易动人 反而有一些中间选民会觉得说 我对政治的恶斗感到贫乏 所以我就不要出来投票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朝野出现和解的情况 中间选民会出来投票 然后国盟的党员不会觉得说 我们的政党受到极大的威胁 必须不计手段把它保存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走对路的 黄敬发也进一步肯定 安华在吉兰丹场次上 表态联邦政府愿意与州政府合作 解决水工问题的做法 他也认为吉打吉兰丹和灯家楼的州务大臣 都出现在活动上 成功制造政府公平对待对手的印象 而这种印象对执政党有利 另外在吉打和槟城场次上 苏丹和州元首的出现 也为团结政府加分 政治分析员詹运豪告诉PiniTV 安华借此告诉各方 团结政府获得皇室认可 同时也是在向民众 尤其是马来选民为主的州属 宣扬团结政府的好处 进而化解团结政府 不照顾马来人的指控 不过针对安华在一些演讲上 抨击富裕的敦和丹斯里 应该把一半财富分给马来人的论述 詹运豪认为乡区选民可能比较骨感 在这六场开摘节活动上 配同安华出席的部长不少 不过可以发现每一场都不曾缺席的是 副首相兼梧桐主席阿姆扎西 黄敬发认为扎西的出现是为了展示 国阵与西蒙的友好关系 凸显他们将在六周选举同周共计 但黄敬发指言扎西的出现 无法缓解马来中间选民对国阵的反抗 如果上届大选时 马来游离选民 因为讨厌巫统的贪腐 而又不相信西蒙才投选国盟 今天西蒙和国阵抱在一起 他不会减低这些选民对国阵贪腐的讨厌 也不会增加他们对西蒙的信任 但是安华本身他在认向后的受支持程度 其实有攀升 那这可能会外溢到西蒙和国阵的候选人身上去 如果国阵在马来票的选区需要的 是要靠这个联合政府的整体受欢迎程度 多国靠国阵本身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乌统脱胎换骨 而且乌统在党选的时候 把很多异议分子开除出去 其实把这些人进一步避向我们 你把乌统里面的异议分子避上两三 王进发接着表示 实际上这六场周旋的关键指标 是乌统能不能在西蒙掌权的周属里生存 因为浙江奠定团结政府能不能继续合作 如果乌统在槟城和雪州的候选人都全军覆没 国盟就会强调马来人已经完全拒绝乌统 那就会在乌统内部造成恐慌 乌统内部恐慌一般的做法会说要求主席负责 但是因为今天乌统是在一起的党 他不会跟主席算账 他就会反过来要求联合政府又请 就是去逃要做更多事情去讨好马来人 要展示说你不被非马来人控制 那这个结果就会当然会受到行动党和公正党的反对 那反对的结果呢 就是政府内部有很多拉持 最后大家觉得很烦 中间选民不要投票 中间选民不要投票的时候 国盟就可以唆使乌统里面一些叛将去辞职制造普选 那么安华在六周举办开拽节活动这一步棋之后 下一步该怎么走 两位评论员都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詹云豪就强调 跟国盟相比 团结政府各党在议席分配上的挑战更大 广进发则认为安华在柔情攻势后应该是 乘胜追击为当前的政治局势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这包括主动邀请反对党协商公平的选区拨款 承认反对党的影子内阁 按照选票比率提供朝野各政党补助金 以及建立定期国会的共识 安华应该主动要求在野党说 我们是对手 我们很努力地批则竞争 但是我们不需要互相仇恨 那么胜的人应该得到机会完成他的任期 输的人应该得到资源继续发展 卷土重来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管周选的成绩如何 安华就可以说 你必须让我执政到2027年12月 那么2028年2月我们才选决 这个是对我来讲这是最关键的 因为经过我们以前是22年一个首相 过去五年是五年五个首相 其实很多民众是觉得非常累 所以民心忘志的时候 政府就应该趁机退出 向定期国会法 逼在野党坐下来 给在野党一些好处 让在野党接受这个新的游击规短 去年大选改写了大马的政治局势 昔日的敌人如今在团结政府下变成了朋友 因此六周选举可说是团结政府的试金石 考验各执政党能不能在新模式下合作 基层和支持者能不能真的话敌为友 而绿朝会不会在六周选举再度发挥 国阵依靠团结政府能不能挽回马来选民的心 一起去年大选后的退市 六周周议会预料在六月底解散后 大戏就会上演 接下来的日子 欢迎你跟着KinneyTV一起关注 这未战先热的六周选举